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对于男生而言 假如你身上没有吸引他的特质 无法让他产生想要恋爱的心动感 那么你多主动 都没有办法让对方爱上你 所以女生一定要懂得学会用男生的思维去恋爱 去靠近喜欢的人 变宗 心动的信号六 你的女嘉宾侯思义是00后 他一下子就吸引了两个异性的好感 男人会心动的 多半是这样的女人 别不信 顿感力强 懂得考虑自己的感受 内核越稳定的女生 对自己就更有合理的看法与评价 她们的顿感力往往很强 不会因为特别小的事情 或者对方说过的一句话 就怀疑自己 侯思义就是这一种女生 她也主动表示 在感情里 如果男生的行为 或者彼此的相处方式让她觉得很难受 那么她就会结束这段关系 她是很理性的女生 顿感力也比较强 会更加在乎的是自己的情感体验 侯思义一开始就很喜他 觉得彼此年纪相仿 比较有共同话题 侯思义身上的那份自信 充满了吸引力 会让男生想要主动去了解你 所以 侯思义提到的一些喜欢做的事 侯思义都会记在心里 并从行动去表示自己的好感 侯思义很喜欢吃东西 侯思义就会专门花心思去做 只希望他会喜欢 侯思义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 内心其实是自卑的 很敏感 而侯思义的性格和他完全相反 这种不一样会让男生更加着迷 即使侯思义的态度有些冷淡 但侯卓成还是会继续付出 希望能多做一点 让女生看见 顿感力强是一种能力 而且会让男生觉得你是很强大的 懂得爱自己 那么 他和你交往的时候 眼神就会带着欣赏的眼光 会很重视和你相处的时间 你能对别人的眼神和看法 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顿感力强一些 反而能带给你更多好运 尤其是在爱情里 你越是患得患失 越不敏感 反而不能被男人珍惜 很爱笑 内心自由又洒脱 孙敬军是清华大学的在校生 帅气又优秀 第一次和侯思义见面的时候 两个人面对面坐在餐厅对面 虽然当时对彼此都很陌生 不过侯思义还爱笑 男生会特别喜欢 聊天的时候 侯思义说自己打算辞职 不想被世俗的观念捆绑 只想做当下喜欢的事 他还很年轻 就能这么洒脱和自由 男生其实是很佩服的 因为他觉得 这是一件需要有勇气 才能做到的事 孙敬军也很想做自己就好 但目前的他 确实没有办法如此洒脱 所以侯思义的想法和选择 一下子就吸引了他 吃饭之前 孙敬军就送给女生 一个花宝小百贱 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很短 但关系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 双方都很有好感 就算他们没有住在一栋房子 但感情一直在升温 节目规则 每个人都可以有两次机会 主动约心动的人的时候 孙敬军还很直接地告诉侯思义 自己的两张卡片都给他 除了想和小侯见面之外 其他女生 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男生会心动和重视的 多半是这样的女人 顿感力强 很懂得考虑自己的感受 他们在爱情里 绝对不会卑微 还是会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种女生 一定会很有原则感 也会很自信 平时喜欢笑 性格开朗 又活得很自在和洒脱 这种女生天生带着十足的魅力 让男人无法抵抗 热门恋爱之人秀 心动的信号6 男嘉宾侯卓成 因前女友淘淘淘子2001爆料 与深情男人形象大相径庭 震惊众多网友和粉丝 淘淘淘子2001发文 指责侯卓成恋爱期间多次出轨 还有对女生不尊重的言论 甚至曝光她在酒吧洗手间 对女性不轨 这一消息一出 瞬间引发网友热议 众多粉丝表示震惊和不解 一个看似受气的小奶狗 形象之下隐藏着如此多的劣迹 有网友表示 如果淘淘淘自2001所说真实 侯卓成视色为高端烈人 再次证明深情男人不可轻信 也让很多粉丝对她感到失望 但也有不少人疑惑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背景资料 心动的谢浩6的节目组会没有背调 是因为她长相普通 并不引人注意 所以就直接入选 还是其他原因 节目组到底是如何选择 这些素人嘉宾的 这起事件也间接对节目组的选择标准 提出了质疑 陶陶陶子2001在爆料中还提到 侯卓成以前曾因棒甲富婆 而遭到全网热议 并在此事件后选择全网删除 他指责侯卓成为签约某大型网红机构 这样的背景也让其能够在争议后 得到更好的包装 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而对此 有网友表示 这是对北大名誉的亵渎 然而 面对所有指责 侯卓成并未选择沉默 他刚刚发文否认出轨 对前女友的指控予以反驳 这也让争议进入了更为复杂的境地 对于事件的真实性 外界持续关注 等待更为确凿的证据 无论如何 这起事件对心动的信号6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如果陶陶陶子2001的指控属实 节目组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同时也会对未来节目地制作 带来更大压力 而如果侯卓成所说属实 节目组也应当公平对待 为其洗清冤屈 不论事件的真相如何 都提醒了我们在追星 喜欢一个公众人物时 不应该盲目崇拜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公众人物也不例外 希望这次风波 能够得到公正的处理 也希望大家能够对待 每个人都保持一个 公正和宽容的心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